6月25日,川藏铁路拉萨这灵芝段正式开通运营 再次前夕,记者乘坐由拉萨开往灵芝的首趟复兴号高原内电双元动车组 在全程式运行中,看命高原复兴号的独一无二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拉萨火车站 这在我身后的是复兴号,今天首次开往灵芝站 7点30分,复兴号动车组环环是出拉萨站 运行一个多小时后,在8点35分抵达山南站 上下行总共是四座列车,三趟动车组,一趟朴素 刚才我们采访山南站站的时候,站站说到 山南火车站一上线就投运动车 这对于整个山南的交通发展来说,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拉萨铁路实践于2014年底,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 全场435.48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 沿线90%以上的区段,海拔在3000米以上 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 那么在相关配套设施的创新研制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 由拉萨客车运用车间主任陈斌进行揭秘 我们这个动车组其实是基于我们普通绿巨人的基础上 增加了我们的一个制氧系统,还有增加了我们的防紫外系统 就是对我们这个玻璃采取的是防紫外线的一个处理吧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元动力 一端是用电力驱动,另一端是用那个内燃驱动,这是最大的区别 拉宁铁路全线新设车站34个,初期开通使用17个 复兴号动车组拉萨着灵芝的运行时间为3小时29分 我们到了山南站之后9点32分从山南出发,开往灵芝站 现在是10点48分,也就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已经到了灵芝境内,而且过了朗县这个站 原来的话就是没有通这个铁路之前 我们开车,坐车都得需要大概半天的时间 记者乘坐飞速行驶的复兴号,从拉萨一路向东 除了体验高原动车组的舒适,平稳等之外 还能在行驶中,薄兰,雅露藏布江,雪山,牛羊,蜜林,油菜花等沿途美景 记者观察到,在复兴号动车组车厢顶部设计中 融入了高原蓝天白云图案 车内标示标牌及动态信息均以藏汉英三种文字进行标注呈现 站点建筑设计,装饰及后车式的装潢 也都融入了壁画等西藏传统文化元素 11点54分 记者乘坐的复兴号动车组抵达灵芝展 拉临铁路首发车司机斯朗旺扎 完成首趟支撑任务后 向记者道出了他的压力与信心 其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线路是新的,机车也是新的 难度肯定是有,但是我们会克服 如今,拉临铁路的成功运营 为高原民众出行,传播西藏文化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新活力